美国总统川普的第一任期即将结束 副总统彭斯18日晚上发表推文 表示为川普感到骄傲 指出川普是数十年来没有发动新战争的美国总统 并写道这就是用实力取得和平 美国媒体福斯新闻也报道 去年10月白宫发布声明 称赞川普政府以实力达成和平的外交政策 去年12月杂志复笔事也指出 川普在四年任期内对美国军事动员层级所做的变动 比大多数的美国总统在八年任期中做到的还要多 并指出欧巴马政府2009年在阿富汗 2014年在伊拉克利比亚都增加当地的美军部署 反观川普则是为美军带来四年的和平 并从无休止的战争中脱身 细数过去四年川普政绩 把美国对华政策从绥靖政策改变为灭共政策 祭出一连串制裁来削弱中共对美国的侵略 川普任内也促进中东和平有突破性的发展 不仅推动以色列巴林和阿联酋达成和平协议 并打败激进组织伊斯兰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也发推文 支持川普拿诺贝尔和平奖 新唐俩菜电视林玉堂 叶云辱整理报道 SPEAKER 9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